大家好我是豹文电鱼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频道 那么还是我给大家带来解说的是 孤岛惊魂原始杀戮这个游戏 那么今天我们要打一个 去挑战一个boss级的人物了 所以今天我们去打boss 之前先把武器都装备好了 那么这个boss离我现在地点不算太远 所以我直接就过去了 直接就朝他那边走了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的频道 那么也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会随时更新新的视频上 最新的游戏最新的大作最新的攻略 我会随时的更新的天天都有 所以大家订阅 那么这个游戏我到目前为止已经玩了 我觉得已经一半多了 所有的这个高级宠物基本全都给驯服了 那么我们会玩完这个游戏之后 我还会有新的大作 其他游戏会陆续往上走 最新最好 那么现在是来到了这个敌人营底 那么后面好像有敌人 果然 后面有敌人 就解决掉 那么今天去打的这个人应该是埃及拉部落的 就是这个身上涂有蓝皮肤 不是这个涂有蓝色油漆的这些 蓝色涂料的这些人 他们的那个一个boss 刚才看到一个熊 我现在没有那个时间打熊了 所有精力集中在这个 因为这个是非常高的难度 地图上显示这是非常困难 这个营地是非常困难 所以还是要谨慎 它营地还是比较大的 等于是一个村落 供下这个村落 我先召唤出猫头鹰 看一看 那么先让你的剑出谷在这等一下 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来看的话 如果每次去打一个这个要塞的话 那么我剑出谷会往里冲的很深 所以它会死很快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冲进要塞之后 把敌人引出来像这个要塞的地形就比较好 地形比较好 因为外面很宽阔 你就可以把他们引出来打 所以大家记住这点 在这儿如果偷袭的话 我选择是单剑 我不选择双剑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单剑省剑 要双剑齐发的话 发出去有一只会爆头 另一只剑会射在身上 所以基本上是浪费了一只剑 所以 需要单剑来 那么这个爆表头 其实它好像戴着面具呢 这种敌人戴面具就不好爆头 那么现在我建议大家最好升级下 这个造剑的有一个技能 就是你造剑的时候 打boss出来了 不是boss 这个拿火的那种 球长级的人物 扔个风 那个风刺 就是风巢给他 这个风巢 还是很厉害的 但是对于这种球长的话 还是不能秒杀的 因为一般像其他小兵 你直接扔一个风巢 基本上那小兵就挂掉了 但是这个 你扔他 像他扔风巢 一个风巢 解决不了他 再扔一个 看了吗 群风出动啊 遮他 但是好像遮不死 两个风巢 两个风巢了 扔了两个风巢 都没用 像这种 他这个球长级人物啊 不要跟他硬磕 跟硬磕 不占优势 敌人都出来了 敌人都引出来了 看了吗 不要进去 你把敌人都引出来 这时候你再换双剑 大家要升级一下 那个剑袋啊 剑袋你可以带多很多个剑 那个 来一个风巢 不管用 哎 管用了 管用了 死掉了 找火了 再来一个 哇 这么多敌人 那你就把这些敌人往外引 不要跟他们伸磕往外引 哇 剑出狐死了 剑出狐死了 赶紧喂他 救活他 不要练战 在这里边不要练战 给他们引出来 引出来解决掉他们 简直五冲的还是比较猛的 他在前面 剑出狐又死掉了 他这个枪扔出去 威力席也很大的 他这个枪的威力席也很大 还有敌人吗 好像还有 这个要塞里到底有多少敌人啊 杀不完呢 我在想那豹子在哪 这豹子还没有出来 嗯 箭不多了 好 好像受不到 看看怎么进去 好像这些人好像给他引不出来 啊 他又在那儿 那天亮了 天亮了 我喜欢天亮 因为天亮,敌人还是比较容易看见的 黑天的时候,气氛上也感觉更压抑了一些 所以还是白天作战比较好 还有吗?这个BOSS在哪呢?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BOSS 哇,BOSS往下走呢 哇,走得很从容啊 嗯,还有个小边 射 嗯,没射中 哇靠 哇靠,这么多箭都射不死啊 还不死啊 还不死啊 哇靠 这么厉害 哇,射不死啊 哇靠 哇,赶紧跑 BOSS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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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还不死 哇靠 赶紧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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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BOSS 没追过来吧 追过来吗? 哇,追过来了 哇靠 哇靠 不要这么对待我箭直舞 去 剑也用光了 用光了 枪也用光了 我靠,枪也用光了 再打 我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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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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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搞定搞定搞定 搞定搞定 哇 这么金卡 哇 我的弹药已经 我的那个剑也用光了 枪也 毛也用光了 锤子也扔光了 就最后一个锤子 哦,嘿 我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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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思的 水 噴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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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有什么事 你认识我 我认识你 你认识我认识你 你认识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物语 就不想你 你不要 你不要 我再去 我再去 你心裡 我快去 你心裡 你心裡 我心裡 你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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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你boss打完之后 你实际上你收复他了 那么他你收复他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新的一个武器 可以制造一个武器就是火弹 类似于炸弹之类的 谢谢大家收看